你怎么这么快 就又能开车了 我也没飙车 就是超速了 我说你就这么盼着我被拘留啊 我既不盼望你好 也不盼望你坏 因为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关系 全看怎么相处 关键在联系 只要咱们联系上 我就不怕你从我身边溜走 我要带你过另一种生活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啊 我有这个能力啊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是想按自己的意愿活 还是想成为其他人的复制品 如果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生活都一模一样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的人生准则就是 活着变精彩 烟花是精彩 不过 他也就灿烂那么一小会儿 精彩都是暂时的 不 我的世界只要有了你 就会一直精彩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没完没了 你很特别 我看到你我就高兴 我自己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 你多大了 二十八 我比你大七岁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我离过婚 而且我不可能这么轻易 接受一段男期 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让你接受我 我怎么发现 不管说什么 你都好像无所谓 什么都不在乎 不 从今天起 我只要你 妈妈 就要你 怎么这么多 我怎么 nova 我去 大家 能真的 做什么 事 我很小 我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觉得每天那么多约束很烦吗 什么样才算不约束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就更好了 你真的很有潜力啊 你们男人是不是不管多大 都喜欢放荡的女人 不是吗 你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放荡的女人 干嘛跟别人学呢 人生苦短 不管怎样 自己舒服就行 不是我的真车吗 走 带我兜风去 慢点喝 你们能否做一下 我们 может含对 自己选顺啊 我们都可以注目 你من人甚至 自己ren隐缘 你们 sommes 我哭了 我哭了 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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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干吗还要逃避呢 你是担心我不负责任是吧 我是从恨我自己 这么大的人了 竟然做出这么丢人的事 如果我们属于那种 天亮就说再见的类型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不会 我爱你 可我们真的不合适 谁说不合适 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 不就是年龄吗 这些都是我最讨厌的世俗标准 可我们根本不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 昨天晚上我们躺在一起 现在你我站得这么近 你还告诉我不是一个世界 可我们完全不了解 可以慢慢了解啊 我还是不能够相信 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起 相信我 会让你幸福的 你干吗总是追着我不放 你想要的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李蓝 你以为我跟你睡在一起 就是我想要的吗 我再说一遍我是认真的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吗 想不想听我的计划 从今天开始到周日做准备 周日咱们飞三亚 入住喜来登酒店 停留一周 然后咱们坐邮轮去新加坡 停留三天之后为迪拜 我朋友在那儿有别墅 然后咱们去欧洲 没有具体顺序 却看你喜欢 最后一站一定是挪威 我们从那里去北极 你 我要在极光出现的时候 抱着你 跟你说我爱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让这一切全实现 相信我 你 你 你真的打算跟我在一起 只要你愿意 我要给你全实现 妈妈给你买了这么漂亮的玩具 你还不高兴啊 是不是想吃零食了 不能吃太多零食 知道吗 要多吃饭 让爸爸到时候啊 给你多买些水果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妈出差 过几天就回来了 你骗人 你肯定好多天都不回来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还说过不跟爸爸离婚呢 是没有离婚啊 妈妈跟爸爸到这儿玩呢 那奶奶为什么哭呢 爸爸也哭了 我都看到了 你是不是有新男朋友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爸爸了 什么新男朋友 谁教你的这些啊 你骗不了我 我是大人了 瑶瑶 妈妈真的是有事情要做 等妈妈再回来 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好不好 不要 不要你和爸爸陪我玩 瑶瑶听话 妈妈最近真的是有事情 等妈妈回来了 再也拿也不去了好不好 天天在家陪着你 那爸爸呢 爸爸要工作呀 爸爸要赚钱 好给你买新衣服 新书包啊 那好吧 我不想要新爸爸 没有 没有新爸爸 那新男朋友呢 没有都没有 真的 真的瑶瑶 来 听话 出来这么久了 你也不回家 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好 我不想回去 你要是觉得带我不方便 你就自己回去嘛 不是那个意思 你说我现在想回 我也回不去啊 就因为你跟你爸闹矛盾 都是一家人 解释几续没事了 你说我现在回去吧 他肯定瞧不起我 觉得我是没钱了 所以我才回去求他 我才不回呢 我等他过几天 给我打电话再说 对了 今天我去看瑶瑶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给他买点礼物啊 你喜欢小孩子 喜欢 你的我都喜欢 你真的不介意 我有孩子吗 都说了 你的 我都喜欢 你会一直这样对我好下去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总要有个心理准备吧 你现在 对我百依百顺得 让我觉得很幸福 万一哪天不要我了呢 你放心 只要你愿意 我会一直这么跟你好下去 那你会跟我结婚吗 随时啊 只要你想 咱们马上就去领证 你想什么时候 进我们杨家大门啊 讨厌 我也就那么一说 结婚哪那么容易啊 就算我准备好了 还不知道瑶瑶会不会接受呢 瑶瑶同意还不简单 我就把那个游乐场全给她包下来 让她在里面随便玩 行了你 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拿钱来解决吗 那我就 我就天天给她变魔术 我让她天天见证奇迹 说实话 我挺怕谈到结婚的 怕什么呀 只要咱俩结婚 那以后的生活 肯定跟你之前的不一样 起码天天都跟初恋似的 好 对不起啊 不该替你之前的事 没关系 都已经过去了 你今天早点睡吧 我出去一趟 还要出去 怎么 又要打牌 昨天啊 我赢人家钱了 我今儿要是不去的话 显得我太小气了 那你今天就把钱还给人家 下次你别玩了 保证 说好了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早点回来 走了 少喝点啊 好 那你以前打电话 现在是还有充分的 我老子 我有养力不认可 我不认可 你自己说明天在哪儿 你想得干吗 欸 你怎么看 他才那样 我找你 怎么想得一帮他 你有钱吧 先借我点 干吗 昨天手气太背了 你说把卡里钱都输了吧 还欠人十万 十万 你 你们赌博啊 没那么严重 就是随便玩玩 你要是有呢 就先借我 等过几天 我跟我爸和解了 他就给我打钱了 不是 你说我欠人钱不给 多丢人哪 好 上次您让我去买衣服我没花 再加上一些存款应该够了 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这亲爱的 你还帮我攒钱呢 以后有钱你就花 不用攒着 知道了吗 杨坤 你要是随便玩玩也就算了 如果真是赌博的话 我提醒你 早晚都会出事的 不会 那你倒听见没听见啊 好 听见了 以后不许打牌了 那其实没多少钱的事 不用这么认真 什么叫没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你出去玩一晚上 那些钱够有些人花一辈子的 你有钱怎么花是你的权利 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出事了 多少人为你担心啊 好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不玩了行吗 我现在太困了 你要我先睡一会儿啊 你真的能说到做到吗 一定做到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如果你再有下次 杨坤 我立马走人 好 保证 你听见没啊 听见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干吗非要一玩一个通宵的 不知道怎么了 我最近手气这么违 我越想翻本我输得越厉害 输了就别玩了 就不能早点回来吗 不是钱的事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宝贝 那个手里还有钱吗 先借我点 没有了 亲爱的 你别抠门啊 我过几天跟我爸讲和 到那时候咱俩钱就花不完了 我真的没有了 我就两张卡里面就那些钱 都给你了 那怎么办 今天没法翻本啊 你就不能不玩嘛 喂 哥们 你手里还有钱吗 现在 你干什么 你不能不去打牌吗 我不喝酒泡 你我打打牌还不行啊 你这样玩 小晚上会出事的 能出什么事 不就输点钱吗 把手机给我 给我 你到现在还想去世吧 好 咱们分了吧 你说什么 我受不了了 不是 为什么呀 我怎么你了 我改变不了你 我不是一直都听你的吗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做到 你每次答应我好好的 最后你不还是跑去打牌了吗 我不就这几天打了几天牌吗 我以前不是陪着你吗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说 亲爱的 来 行了 我以后不玩了 行不行 你说我太多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 你到现在还要去玩是吗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让开 行 如果你走了 你就别回来 你就这么狠吗 不是我狠 是你让我看不到希望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对你这么好 你说我让你失望了 你想好了 今天你要是走 咱俩就彻底结束 结束吧 李兰 我告诉你 你想甩我 我还要甩你呢 你走了 走了 你就别回来 喂 妈妈 你在哪儿啊 我想你了 姚俩呢 在楼上呢 她睡着了 我哄她半天 才把她哄睡的 她身体没事吧 没事 就是说 挺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有点想你 你最近怎么样 还行 挺好的 看你这精神状态 看你这精神状态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 真的 挺好的 你妈 你妈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毛病 过一段时间 我打算把她送回老家去 回老家也挺好的 能多照顾 能够出劝一点 我先走了 小岚 小岚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没有啊 真的 真的 如果以后 出现了什么难处 别忘了 告诉我一事 有什么事 如果有 我一定会说的 喂 喂 你好 我们是城北分局的 请问您是李南吗 我是 是 您认识杨坤吗 认识 那就请你过来一趟吧 杨坤涉嫌举重赌博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лушать 有结果了吗 律师说 最少也得三年 我这不长进urance 你干嘛 行了 你还年轻 如果这三年 能改变你今后的人生 也不算是坏事 你能原谅我吗 我没有什么可怪你的 我只怪自己 没有能力改变你 那 等我出去了 我 咱们还能在一起吗 杨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我没有好好珍惜你 我们还是朋友 以后 我会来看你的 我 我是想一直跟你好好在一起的 我知道 我很感谢你 这段时间 你对我很好 你一直在哄我开心 我过得很快乐 我也是 我现在才知道 这才是最大的真实 太真实了 三年 也许你好好表现 用不了呢 也许你好好表现 用不了呢 你出去才三十岁 一切都来得及 你还年轻 你还会来看我吗 会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打电话给我 好了 时间到了 你 你说 我带着这玩意儿 我想跟你抱一下告个别 我都抱不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劝了他那么久 他也一次一次答应我不去了 可是他没有做到 我改变不了他 他爸妈都改变不了他 你能改变得了他 还是多想想你工作上的事吧 算了吧 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 你说 你说我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当初离婚 有没有点后悔啊 当初跟邓国祥在一起过日子 没钱也没有情调 但怎么说 日子也过得安稳踏实 你说我没什么事 找什么感觉啊 你想生活多姿多彩 想法没错 只是方法做了 你说邓国强还会要我吗 你说邓国强还会要我吗 那你得问他去啊 其实现在呢 不用我说什么 你心里也清楚 后悔就去挽回吧 姐夫也一直没离开过 还在原地等着你呢 好久不见啊 外套充实大 上车吧 好久不见 过得好吧 挺好的 那你干嘛大白天自己在街上闲逛啊 暂加期 云灵 云灵 我一直很想你 我听说你一直在拓库搞设计 现在还在那儿做吗 除了 太好了 你早就该出来了 我们合作吧 我现在有能力给你投资了 再过一段时间 这甲萍的整个公司 都基本上归我管了 云云啊 我会想办法离开她 我们重新开始生活好吗 你和甲萍分不分开 我没兴趣 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不用跟我说 你想合作可以啊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借我点钱 多少 三十万 行 没问题 不过你要跟我说你干什么用 我有急用呢 你得说呀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是去救一个人 救谁啊 你不告诉我这个忙我没法绑 救王朝阳 他 公发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了 怎么帮不了了 我又不是不还给你 不是答应跟你合作了吗 也行 不过口说无凭 你得先跟我签约 帮我搞设计 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 给你搞设计 你先把钱借给我行吗 你当我是傻子呀 先签约后借钱 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暂时 你们干嘛打他呀 没人打他 他自己摔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再打他我就报警了 你如果敢报警 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已经在想办法筹钱了 你们别再打人了行吗 最好快点 我会每天等你发张照片的 喂 我不管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今天没有心情跟你吵架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们能聊聊吗 对 进来吧 我不想这么做 可是有一次 我发现他跟我公司女员工 关系不正常 我才找了人盯着他 要照你这么说 你只是跟他借钱 不是要跟他合作 是吗 对啊 我借钱是有急用的 其实我知道俊杰对我早就不满意了 特别是我们结婚之后 他对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不肯生孩子的原因 因为我怕生完孩子会更加老 对他更加没有吸引力 后来我明白了 即使我跟他生了孩子 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只为了我的钱 你现在才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我尽量不去计较 只要他跟我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以给他 但是这样只能留得住人 留不住心啊 只要你能答应我 你不跟他合作 钱我借给你 你真的肯借钱给我 我说到做到 那就最好了 这对我来说 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借助任何人的感情和家庭 我不能给你转账了 我忍不住跟姜俊杰说了 他不允许我把钱借给你 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甚至还要跟我离婚 这个卡是我的 密码是六个八 我给你写个借条吧 我就知道你会偷着给他 你说过什么了 不是不能借钱给他吗 姜俊杰 我这个钱是要去救人的 你怎么没有同情心啊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了 你压根就没想过要跟我合作 我凭什么要借钱给你啊 老婆 你相信我 我以后啊 不会再跟他有什么联系了 俊杰 我已经答应他了 钱还是借给他吧 难道你还希望 我以后跟他有什么联系啊 不用联系 钱作够了 会汇过去给你的 我凭什么要成全你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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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走了 喂 在这儿停 郭祥 姐夫 灵灵 昨天你姐给我打电话 说你急着用钱 我 我 我刚把房子卖了 正好有一笔钱 你 你先 你先拿着用 你干吗把房子卖了 你别管了 我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我打算带我妈和瑶瑶回老家去 郭祥 你 灵灵 你不是还有事吗 要不你先走吧 行 姐夫 这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不着急 不着急 对了 密码是你姐的生日 行 谢谢啊 走了 走 走了 走 郭祥 郭祥 你真的打算走吗 我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平时开车又没时间照顾她 那我可以照顾她呀 房子都没 那住我那儿啊 她要见着你 又得相信以前那些事 她 她回老家 我哥和我姐都能照顾她 挺方便的 那你呢 我 我得回去 先把瑶瑶的转学手续办了 别走行吗 都 都 都安排好了 高强 我知道 我以前伤到你很深 可你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这样我心里也好受一些 把瑶瑶接我这儿来吧 你还真打算让她回老家上学吗 那 那不回去又能怎么样 有我呢 我 我什么都不用干 我可以天天陪她 小莱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可我 你 你让我缓一缓 我这整天脑子里想的 都是那些乱糟糟的事 我还是好几次差点撞到人 我 我跟公司已经请好假了 我 我回去 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吗 我妈和瑶瑶在家等我呢 我得赶紧回去接她们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以后 有需要我帮忙的事 就给我打电话 以兰终于醒了我 直到此刻 她才真的明白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而什么才是一个家 是什么 我可以帮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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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你说你傻不傻呀 你干吗去借高丽带呀 特别疼吗 特别疼吗 灵灵 我爱你 咱们在一起吧 是 我 我知道 我不如剪家名条件那么好 哥 我现在给不了你什么 可是我 我真的能努力 我真的能够努力地给你幸福 其实我没办法做到 做到说把你做成一个普通的朋友 这 你能答应我吗 赵阳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不是你的问题 你很好 是我的问题 你说要是一开始我选择你的话 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我也就不可能受伤害了 可是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真的 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去爱一个人了 可能就是那样的 一步没走对 步步就跟不上 没说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 做好兄弟 好姐妹 是 是我 其实我回来的路上我就 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说我 我得像原来一样 像原来一样我 我得默默地关注你 照顾你 可是 可是你 可是我真的 我发现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压抑自己的感情 我真的没办法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这就是你给我 最后的答案 照顾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再去接受一个人 我觉得我在爱情面前 就像一个残废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想骗你 也不想骗我自己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没事 我可以的 我知道 你现在 受伤 可是我等你缓过来 等你恢复过来 那一天你再来关心我 如果有那么一天 我们那时候再说 行吗 那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你 你能想起我吗 这不是废话吗 一定的 那行 我明天一等 我就走了 那也早点休息吧 对 还稍等 你又看了你 我看了你 没有什么班 我认为乱再收到很久了 我还叫你联系 这么多漂亮宝宝照片啊 遇而避之的 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 我没时间搭理你 我就特别好奇 嘉明哥一直是回父母那儿去住的 你怎么就怀了他的孩子了 怎么怀孕还用我告诉你吗 可是他几乎不跟你一起住的呀 你也说是几乎 几乎就是说明有 没那么凑巧吧 那凑不凑巧是我们俩的事 跟你没关系 孩子是嘉明哥的吗 你什么意思啊 像你这种四处过夜的女人 不一定这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 你肯定是发现自己怀孕了 又想不到孩子的父亲是谁 索性就赖到了嘉明哥的头身 而他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就相信你了 你觉得我怀了他的孩子 你来我们家里闹事 他会原谅你吗 他可以不原谅我 但是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亏 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走 去哪儿啊 你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你有病吧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虚弱 不愿意跟你吵架 你别走 车在楼下等你 神经病 你心虚什么呀 不就去医院做个检查吗 我告诉你 我是懒得搭理你 放开 你心虚了 你心里有鬼啊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我要看看孩子是不是嘉明哥的 嘉明哥的 走 放开我 不放 你给我给我 放 放 下车 你 你没事吧 是你自己睡的 我可没推你 你别吓我呀 初宅儿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呀 初宅儿 对不起啊 小平哥 怎么样了 还在想救 怎么会这样的 我是想带她来医院做个检查 我怕那孩子不是你的 我觉得像她这种女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所以我 你动个屁呀 什么呀 大人没事 孩子呢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别走啊 你再帮帮忙 佳明哥 你 佳明哥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就 滚 你离我远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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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 我 我 你 我的孩子没了 我 我 你说对不起 你没事 我是我 你 我 你还会要我吗 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好好休息 佳明 佳明 我回来拿点东西 周采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爱情从来不是靠心计可以得到的 而周采儿此时的痛苦 不只是为了他自己 还有他素未蒙面 就已经失去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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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哪儿啊 大爷把我开除了 这里涨价了 我住不起 走 跟我回家 妈还在姐那儿住呢 现在 救我跟瑶瑶 你不是把那个房子给卖了吗 我也租了套房子 你跟我回去 正好省了一份放租钱 你就交一份床钱就行了 这可比租房子要便宜多了 以后你负责做饭 我负责洗碗 对 这次租那房子 隔音效果特别好 那 那我那半闷的窗 你还给我留着吗 留着呢 连枕头都留着呢 从来没换过 可我就这么回去了 多没面子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我把瑶瑶带来了 就在楼下呢 你一会儿见着她 就跟她说 说咱们过家家过腻了 以后打算好好过日子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 我这不是一个人时间长了憋着瞎想 想着想着可能就想开窍了 不得了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 以前的事儿咱们不提了 今天外面的天特别好 对了 我刚才路过鲜花店 顺便捡了个这个 走吧 走 来来 我来 姚姚 妈妈 姚姚 小老伴 想死我了 我也想你 走 咱们回家 妈妈也回去吗 对呀 妈妈也回家 这次我们不玩够佳佳了 太好了 再找你一个 真乖 这次回家以后啊 我得赶紧找工作 你也没钱 我也没钱 咱们一家三口 不走不能喝西北风吧 坐好了 放心吧 啊 我这辆小车 四个骨骼 还拉不动咱们三口人啊 哎 不过 这次你上了车 可就下不来了 你放心 就算你撵我下去 我也不下 我们相信 不是每一个邓国强 都可以原谅每一个李兰 但至少这个李兰 是幸运的 我还可以再说 今天还是不过 那这种东西 就是我 你帮你 是你帮你 你帮我 都不能在 你帮你 是你帮我 我帮你 是你帮你 我帮我 我帮你 我能进去吗 进来吧 这也没什么变化啊 四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怎么会没变化呢 彩儿挺好的吧 好的很 我们要结婚了 所以 特地承邀崔老师大驾光临 席地也挺好看的 就从这么漂亮的情景 你一定要来啊 再说吧 你不来不热闹 我要去了才让别人看热闹呢 咱俩又不是什么不顾待天的仇人 怎么可能呢 而且说句心里话 这么大场面 你不来 我真容易紧张 好 我这儿还有安神的功效呢 不跟你拼了 其实彩儿也特别希望 你能来参加 所以特地让我来请你 我再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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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也挺逗的 可能 有点 人家精化的 估计立耶 说结就结了 结个婚有什么难的啊 对 最难的是结婚之前的那段纠结 挺痛苦的 都选好了就别纠结了 可惜不是我自己选的 是老天帮我选的 谁选的都一样 好好帮彩儿张罗张罗 婚礼一定要来啊 再说吧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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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謝謝 謝謝 早上妹子 有髒子 寶藏 聊 кр adopt 投ovan 我覺得 清 lamp 嗯 这姑娘太漂亮 崔爷这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哭吧 想我了吧 看到小屋的每一样东西 都会想起你 就觉得你随时都会跳出来 给我一个最灿烂的微笑 那 那也难说啊 这 这要是大半夜从电视机里跳出来 也挺吓人的 是啊 我说过 我会一直都在的 真的 那你来 是想告诉我答案了吗 我 没想啊 一一辈子的事吧 也不在这一时万会儿的 那你慢慢想啊 我也是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正确的难 新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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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们俩要抓紧的 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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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谢谢 走了 走啊 我们先见你啊 走走走 你是在等灵灵吧 对 我也想看电影 感谢大家 能够百忙之中 来看我拍的照片 其实我不是专业学习摄影出身 其实我是个专业的采访 但是 这照片里这个女人 是她让我带着情感去创作的 你们看到的每一幅照片 都记录着 我跟她的一段情感经历 这个整个影展的照片 跟家在一起 其实就是我 心灵的告白 我曾经对她说过 我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一直都在 因为我爱她 也不管 她是否会爱我 我会一直都在 我会一直都在 给她的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新人请面对面站好 周采儿小姐 你愿意接受简佳明先生成为你的合法丈夫 并承诺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富贵 疾病 健康 永远尊敬他 爱他 安慰他 忠心与他 至私不语 我愿意 简佳明先生 你是否愿意接受周采儿小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并承诺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富贵 疾病 健康 始终尊敬他 爱他 安慰他 忠心与他 至私不语 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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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个你 你放心 我也还是那个快乐的周采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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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真的抱歉 今天我跟周采尔 不能成为夫妻了 但是 我们俩一定是永远的朋友 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虽然说婚礼不能继续了 但既然大家都来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 开吃吃开喝喝 就把这次聚会当成一个大派对 抱歉 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 什么 你没了 我没了 我请不认识 请不认识 你能否解讨论 我们再告诉我们 也许我掌心给你的暖 你却用它温暖了别的胸膛 我真的不勉强 快去吧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你牵我的那滴泪 幸福了别人的脸庞 往下走 走 走 喂 文罗研伸呢 你好你好 啊 这是我的影片 哦 您的这座摄影宅啊 举办得非常成功 恭喜你 谢谢 我代表摄影家学会呢 想邀请您参加全国青年 优秀摄影师巡围战 你看您 你先回来 那谢谢李老师 那 那我到时候 我就打这个电话给你联系 我有点事 我先去 去忙一下 谢谢啊 谢谢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演习 越华丽就越浪迹 散号散去 和去相逢屋檐 含着泪叹息 这世界已经太冷漠 一生孤独那又如何 请忘了我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同样的路口 同样的三个人 如果地真的已找到你 崔玲玲如何选择已经不再重要了 每个人都会记得 爱情 曾经来过 我不敢想你 我真的不想告你 你不想告你 我真的不愉快 我真的不想告你 对我